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两个HTML5关于图片的标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用两个标记,一个是Figure,一个是Figure Caption 咱们分别看一下它们的定义 首先是Figure标记,它是用来表示图片、图表、插图、代码等内容 接下来的Figure Caption标记 它是为图片或者说图表、插图来增加一些个标题或者说明的内容 它是Figure标记的子标记 今天的内容比较简单,咱们马上看一下综合的例子 显示图片并且增加说明文 例子也不是非常的复杂,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个Article标记,说明这是一篇文章 接下来是它的Header部分 在这个里面咱们写上文章的标题,这个和以前是一样的 接下来有一个P自然段对文章进行描述 咱们看这个地方,Figure,这个就是今天的知识了 首先的一个标记是IMG,在文章中或说在网页中显示一张图片 图片下面的Figure Caption就是对这张图片进行一些补充说明 今天的例子非常的简单,咱们看一下实际的HTML代码的写法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非常简单,是标准的HTML5的网页 咱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首先是一个主区域,里面是个Article 标识这是一篇文章 其实这个内容和刚刚我给大家经验的内容是完全的一样 Header部分的标题 P部分的文字描述 Figure部分呢,一个是图片 一个是图片的说明 然后在图片的下面呢 在Figure的下面呢,是其他文字的描述 好的,咱们运行一下这个网页 看一下实际的显示效果 为了实现显示效果和代码的一对人关系呢 我把这个窗体稍微调小一些 大家请稍等一下 好的,就是这样 咱们一对一来看一下代码的结构 这个呢,是标题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自然段描述的部分 接下来这个Figure大家请看 整个蓝色区域 这个就是Figure部分 其中有两个部分咱们再一起看 第一个呢,是图片区域 就是这个地方 接下来Figure Caption呢 就是对图片的描述 这个呢,是和图片的宽度是对齐的 这个就是说达到了对图片加注解的描述 下面两个自然段呢,和以前一样 这个呢,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简单 我想您呢,应该已经都听明白了 今天的代码呢,我已经放到了开恩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下载参阅 好的,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